但当我们把镜头转回到首都金边 这里就在进行都市大开造 这几年来 整个金边的建设 你看逛了一圈 到处都是在盖房子 它这个2015年 东盟共和体开始 它的整个外资都进 国际企业看准拥有将近6亿人口 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单一市场 东协 即将在2015年成行 提早进入柬埔寨布局 它这个国家还是都是靠外资来的 而且它这个国家不排华 国家的政策很欢迎外商 所以说如果有一个投资案来 他们国家都很欢迎 数字会说话 光是2013年上半年 柬埔寨政府就批准了96个新的投资项目 总额达到了25.42亿美元 比2012年同期增加了104.3% 预计创造13.2万个就业机会 尤其是基础建设 住旅行相关的建设 更是外商投资的目标 本身是靠旅游业嘛 现在建筑业也把它的经济成长率带动了 它今年有7%呢 7%指的是柬埔寨的经济成长率 在柬埔寨经营建设公司已经快20个年头 陈老板说到柬埔寨投资房地产 已经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的新流行 最重要的是投报率太高 台湾可能是2% 马来西亚是4% 在这边有10%以上 投报率高主要是因为金边的房子租金高 外商多自然有住的需求 房价也在高档盘旋 TVBS新闻 陈如环郭展玉 在柬埔寨的采访报道